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台股直播室成功每一次 非常感谢所有朋友 礼拜一到礼拜五 我们一起来观察 面对新的这个礼拜 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 如何做好正确的一些评价 首先先针对烧带要开盘的 我们先看一下 道琼工业指数目前 你只要看报价就好 暂时不要去在乎 它是涨五点跌十点 道琼工业指数是报价 两万三千六百八十五点 只要一 第二我们看一下日经指数 日经指数目前在两万零一十九点 看完之后再看第三个重点 第三个叫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在上周五 收在两千八百六十八点 所以你很快观察 来 手在这 那你往前看 我把它缩小好不好 不管你怎么小 就一定是长这样子 你说这样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个礼拜 很有意思 用这礼拜对对对对 来看了 各位请看这上证 重不重要绝对重要 请问怎么看 你就把已发生的最低点叫二十四零 最高点叫三二八八 对不对 那这个最低加上这个最高 然后把它划一条线 一定是这里 这里叫二八六四 这个二八六四已经多久了 已经一年半了 所以你说 你怎么去观察一个金融商品 那大致上几个东西 你要背起来 上证就是二八六四 那台股呢 一零三六零 你说台北股市现在还在一零七五四 对不要急 加群指数就一零三六零 那一个道雄 二三八九零 你说那道雄是二三八九零吗 当然不是啊 道雄是二三六八五嘛 你说道雄是在八九零之下嘛 台股市在一零三六零之上嘛 所以两个一交叉比对 台北股市领先道雄 超过五个百分点 对台北股市 不管你觉得它是强还是弱 它领先道雄是五个百分点 你说那到底该怎么看 所以关键呢 本周最主要的 那所有会员可以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我们的简讯 台股最主要 川普说 这是这一次美股呢 美股从两万四千九百点 暴跌到一万八嘛 那当时川普就讲了一句名言 他说市场market 为了将会take care 会自己照顾他自己 这句话讲得很好 市场本来就会自己照顾他自己 关键在于 那我们怎么照顾我们自己 对不对 所以呢 好 我跟各位报告 所以很多朋友 包括我们从业人都一样 就会利用 除了利用基本分析做观察之外 那另外大家会利用 所谓的技术分析 那技术温用机不外乎这六大类 这六大类里面 还是跟各位讲两个最简单的 好不好 两个也就是一个叫同时指标 一个叫形态结构 你可以利用任何商品 纵使你对他在不是非常有把握 针对未来做好评估之前 你最起码可以使用同时指标跟形态 做出一个评价 我举例 这个礼拜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会关系到全球金融商品 暂时不谈新冠病毒武汉肺炎 包括什么要开封解封等等 这个暂时压项 最重要的关键 这礼拜 在于因为川普 这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 就是说不可能改 纵使他放松 川普对华为放松 纵使他有放松 我跟各位报告 不到两个礼拜他又重新又拉紧了 那最主要就在于 针对华为的限制令 那这个限制令会影响到 不是只有台北股市的电子类股 而是全球其他所有相关 都会受到冲击 包括5G这些相关概念股 这都会 你不要想说那跟我没关那 有关那 所以该怎么看 建议你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尤其是今天晚上的好不好 2330叫台积电 对不对 那我认为台北股市的台积电 倒不是那么重要 不是台积电不重要 对 重要的是这个 是ADR 真正关键的是ADR 各位请看画面上 画面上你所看到是上个礼拜 5台积电 ADR 不用去管台积电 这没重要 我告诉你一次 这个他纵使他拉上来 他沙盘这个不重要好不好 关键在今晚 今天晚上 那你大致上要有一个 非常简易有效的方式 我们刚刚讲过 你可以利用两个东西好不好 第一个叫同时指标 第二个叫形态 因为这是最简易的 并且它可以在第一时间 让你就做出 针对未来有效的判断 它很简单 并且有好 所以我们来看 我们观察礼拜五晚上 台积电ADR的走势 台积电ADR开盘 开盘最大量 然后交易量递减 递减过后这个了不起 它在台湾时间的 礼拜五晚上 10点55分 10点55分 就这个点 竟然爆出比开盘量 还大的交易量 它竟然大于开盘量 这个了不起 它竟然大于开盘量 中场收在接近 接近 这个点接近 那请问 你今天晚上该怎么做观测 就最简单 第一个 如果ADR ADR在今晚 可以在这个点位之上 代表它较硬 这样OK不 在之下就是弱 你就已经可以做出 及时的判别了 对不对 你不是只看今天一天 这你不要测瘾 你不要测瘾做你的输 我告诉你一次 所有会员你一定会赢 我告诉你一次 从五月到今天 五月到今天 好不好 五分钟的是狂胜 你是支撑会员的 你做五分PSOE的 你是贏到我已经不能说了 纵使你做十分的 对不对 从四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一直到现在 你最多只输一笔 你就怎么做怎么赢 那一笔也输不到几点 好吗 你就继续赢下去 你不要理它 你要关心的是今晚 台积电的ADR 这个跟台积电到美国设厂 没有关联 这是因为华为 受到限制令 所以它绝对会影响到 所有相关产业 未来的获利能力 会出现改变 关键在这里 那你怎么看呢 好 你就把 你不要看台积电2330 你不要看 你看ADR 我拜托你 你要针对问题 好 问题就要观察 我认为它会变为领先指标 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好 那你就把这个点抓出来 这个点 这个点在10点55分 因为它是最大交易量 对不对 是礼拜五 好 这个点我们不说得出一条颈线吗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颈线是不是在这里 尾数我就不设了 49.9 我记得是98还是多少 不管 最后面 那就是不理它了 中场收在49.8 那这个点在49.9 所以也就是说 今天晚上台积电的ADR 不要多 只能涨一毛 一角 就很强了 说正确的 要去一角 不能涨一毛 那你就适度不要过度乐观 好不好 不是针对台积电是针对电子类骨 你就适度的保守 这是台积电的ADR 问题是我们到目前这里为止是看一天 我们是要看一天 对不对 不是看一天 你看完最短的就一天 接下来你把它拉长 我们把它拉长看ADR 我不能讲台积电 我会违反规定 所以我只能讲ADR 来我们把它拉长来看 各位请看 这是从今年 从最高点 台北股市最高点 是不是一月一九七 在今年的元旦 就放完元旦一月一号 一月二号 一月三号台股创新高 对不对 一月一九七 到上个礼拜五截止 台积电的ADR 好 台积电ADR长得这个样子 那请问该怎么看 我们讲过 第一个 第一个看什么 先看同时指标 叫量价 看完量价再用形态做比对 好不好 形态不是我看它M头WD 不对 那个比较 对了 那个也是形态 可是那是比较笼统的 我不跟你讲这种龙统的形态 我们要的是确定的观察点 你其他不用看 你只要看懂台积电ADR 你这个礼拜就全胜 这样可不可以 好 我们继续看 好 我们刚才看完礼拜五一天的台积电ADR 那我们再看今年以来台积电的走势 然后接下来你就把今年以来 今年以来到目前截止它最大交易量 就看一个就好了 我拜托你 你就看一个 看哪一个 最大交易量 它最大交易量发生在哪里 绝对是在这里 绝对是这里 这里叫4月16号 是还是不是 那既然是4月16号 是最大交易量 对不对 代表在这一天这个点 有最多人 它不是台股 它是在纽约交易所在交易的商品 代表说全球主要的交易机构 在今年的四月十六 最多人今年以来 最多人在这里 买台积电的ADR 以及卖台积电的ADR 这个OK吧 这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它的价格 它的价格在52块4毛钱 上个礼拜五收在49块8毛钱 那请问是多还是强还是弱 当然弱啊 如果要强 现在在52.5那就叫强 因为是在这个点位 最大交易量的下源 一遍 两遍 三遍 不 下来 一次 两次 三次守不住52.4 就下来49.8 对不对 这都是因为川普 对 是因为川普 问题是川普在这里讲的 又不是在这里讲的 说了对不对 你如果说川普在这里讲完话 他下来OK 不是 川普在这边才讲的 按这呢 这他本来就已经知道站不上去 那怎么办 这里要花一条线 这加49.1 49.1 对 不然你认为要多少 49.1 为什么是49.1 我们刚刚讲过 第一个 当你利用完同时指标之后 你可以利用形态结构 所以我们来看 什么叫形态结构 所谓的形态结构就是 我去观察已发生 已发生的最高跟最低 我往前看 我往前看最高点 那个尾数我都没有算 54.4 最低点43.8 那请问43.8加54.4是多少 听说我买相声 你怎么可以买相声 你知道我们这一次国中 国中基策刚考完吗 数学 对不对 我网路上看到公布题目跟答案 我看了一下 我大概可以考一百分 我现在几岁了 应该可以考一百分吧 这个你总部应该不会吧 两分钟后回现场 疫情期间安分守起 按部就班 前洗手 外出戴口罩 避免群聚感染 买便当要微波加热 PSY祝福你 和家平安 身体健康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现在就加入顾德头部 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 立即拨打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疫情期间 安分守起 按部就班 前洗手 外出戴口罩 避免群聚感染 买便当 要微波加热 PSY祝福你 和家平安 身体健康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红灯 冲啊 麻烦靠边 有警察 颠酸 大圣啊 千般不当落跑啊 回归据远来据逃逸 不尽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 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掉扣驾照六个月内 吓毁 可以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罪重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哦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缺减逃逸 重拔加扣照 致死伤 吊销驾照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请大家不好意思 忍耐一分钟 因为我简讯发布完 电脑版 我现在直接用嘴巴讲 电脑版 电脑版的会员请你照着电脑版做 手机版的会员请你照着手机版做 好不好 我花不完 不好意思 你说为什么这么忙 来 因为刚才 来 看这里 我真的会讲不完 各位请看 看就好 各位会员 非会员你不要理他 上图是指数行进 底下是PSY PSY我们讲过 PSY本身它一定是在正负 正负五十来回做波动 一定是这样 我们做十招要赢九招 我们的基本 我进场十笔 我一定要赢九笔 这个赢九笔不是一天 而是两年五个月以来 我做十笔就是要赢九笔 这是PSY 那你怎么做十笔赢九笔 比方说在这里乐观就会赢 但是你要看这里 这个是五分钟 对不对 我说一次 那是五分钟 你就把你的手拿出来 好 新会员可以看好不好 新会员就是说你是我们的成员 那么你刚开始使用PSY未满两周的 你都叫新会员 新会员我们的标准一律 只做十分钟PSY 你已经操作PSY很长一段期间的 超过两个礼拜的 已经很会用了 对不对 我正五十半康 临走要走 富五十做多 临走走 那么你就可以操作五分的 这样OK吗 好 好 这个就是我们 你自己看我不讲 这是五分钟PSY好不好 可是我们标准是十分 新会员只做十分的 好 再来 有一个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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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按了 有一个加的 有一支加 好不好 叫做电脑板 那电脑板一样 你通通都做 标准十分钟 你只要看到正五十 我有说一次 你就给它办康 富十你就做多 电脑板就做你的电脑板 手机板做你的手机板 好不好 台北股市今天主要 加权指数 跨10793 好吗 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它今天是变态 它今天变态 它今天真的变态 我们讲过 开盘量 古一般正常交易结构 开盘量会最大 最大 最大 对不对 然后开盘之后 每一分钟 它交易量会递减 它会这样子一直减 然后我们再等 递减过程里面 第一根爆出来的量 这个点 就是今天的关键 今天不一样 今天开盘之后 开盘量最大 然后再来就递减 对不对 然后递减之后 竟然每一分钟 是这样子增加的 这样OK吗 你就看增加到最后那一分钟 停在哪里 叫10793 你说10793 你说107 对啊 我来说793 就793 不能够吃 有才能够学习 所以台北股市禁忍 如果看大盘指数 你就看10793 793之上 代表台北股市禁忍 多方较強 OK吗 相对的 在793之下 那么空方比较占优势 好 你最起码 你有个简易的判别 我们把上一段提到的 快点说 来 我们刚刚还没讲完 来 我们讲到 把时间拉长 然后观察 已发生的最高跟最低 对不对 最高在54块4毛钱 最低在43.8 所以你得出 它市场 这一次最低到最高 直到现在截止的均价 应该落在49块1毛钱 礼拜五收在49.8 对不对 好 它往上 好 目前的结构 你要注意看 49.8往上 叫49.9 它一定今晚 要能够站上49.9 站不上49.9 它在告诉你本周 其实就很窄 就49.9到49.1 你不能破49.1 破了49.1就挂了 我跟你很认真说 你信不信随便你 它的底线叫49.1 它无论如何要能够守住这个点 守得住也不代表能够大涨 因为主要最大交易量 你往前看是报在这个点52.4 OK吗 所以这个礼拜你就主要 我会建议你 你就看一下每天晚上 你不用看台积电 看不出一朵花来 你看这个 这个比较重要好不好 我会建议你 未来每天晚上有空 或每天早上起床 台股开盘前 你看一下台积电 ADR的报价 观察它的量价结构 最起码你就有一个简易的判别 回过头来 我们刚刚讲到加权指数 今天的量价属于比较不寻常的变态 变态结构 为什么叫变态呢 来我们看这里 可以帮我把下 左下角放大就好 停 然后停 各位请看 其实就只要看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够了 你把它看真有意思 开盘量最大就不用讲 对不对 理论上这几根 交易量应该是形成递减的 递减之后 我们再等第一个爆出来的量 那个量就是关键点 既然不一样 既然变态 你看这里 不要动 就停在这里 来 你给它看 好 9点03分 03 04 05 06 9点03分 04分 05分 06分 它交易量没有减 它并且是微量的在激增 这种案例很少发生 我每天你看 我们一起在看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关键点就特别重要 今天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在9点06分 你又看全土 我不知道 我没有遇过 你就观察这个点 你知道吗 这个点不是10793 不刚刚我们在休息广告完结束第二段刚开始吗 我就顺便看了一下793 然后 然后 你怎么会做不贏 我就想不到 你一个 你怎么有可能做不贏 这是不是PSY 这又做不贏 我实在没法 你已经贏到 我请问各位亲爱的会员 我不管你是手机版电脑版 你应该是每个礼拜 应该最起码也能够赢个300到400点吧 我讲一比耶 一比耶 那新会员例外好不好 新会员刚刚开始你的标准 凡是要有个标准 没有了标准就没有了是非 要有一个标准 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标准 标准不代表是最好的 比方说我们的标准 手机版电脑版 操作十分钟不代表最好 可是这个叫公道 你没有标准怎么有对错是非 任何事都一样 红灯就是不能走 这叫标准 那大家红灯随心情高兴 我想走就走 绿灯我要停就停 那不是乱七八糟了 所以凡是要有个标准 那我们的标准就是手机版十分钟 电脑版也是十分钟 这叫一字 那当你已经很熟悉PSY了 也就是说PSY这个指标没有什么了不起 了不起在于长达两年五个月 它成功率可以高达百分之九十 五月份到现在指数一笔 我讲的是手机版 我讲的是手机版 我这样还不够厉害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到现在 你五月你做到现在 我不管你怎么做 我跟他问你 你在做基础你输几百 你输几次 我们输一笔 五月到今天只有输一笔 好 正五十半康 副五十做多 你扛 我不讲 不就长这样子 这叫副五十 这叫林轴 这叫正五十 想要怎么做不贏 这是电脑 这是手机 你就打闭得贏 你一定都赢了 就照着做好不好 那一样 如果说各位对我们的系统想进不了解的 也欢迎你可以说 询问我们的服务人员 节目最后在这 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感谢你 记住 本周你每天 不管是晚上或早上 看一下台积电ADR的报价 谢谢你 拜拜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疫情期间 安分守己 按部就班 勤洗手 外出戴口罩 避免群聚感染 买便当 要微波加热 PSY祝福你 合家平安 身体健康 0800555808 0800555808 现在就加入顾德头部 让您迎赛股市第一场 立即拨打 0800555808 大家好 我是小科阿包医生 武汉蒙 交通防疫共同行 驾驶乘客好放心 不管是温江大哥 或是乘客